张美丽你好,如果你赢了,那咱眼前的这台宝马最大排量的R18造梦者赢了就送给你 如果挑战失败,那你要给我当一个月的门童 大家好,我是格斗小男,女保镖张美丽今天接了一个大锅 简直就是天上交叉表的事 只要能赢了这场比赛,就能得到一辆最新款的机车 简直是太诱人了 为了自己的机车梦,张美丽必须搏一搏 那她最后能否单车变摩托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张美丽激动坏了,接了这么多次挑战 从没见她这么兴奋过,到底是什么好事呢 让她这么兴奋,废话不多说,先看视频 张美丽你好,诚挚地邀请您来店里参加挑战 和我身边的这位同事做一个PK 如果你赢了,那咱眼前的这台宝马最大排量的R18造梦者 配备了拳击手发动机,比较适合你的风格 赢了就送给你 如果挑战失败,那你要给我当一个月的门童 等你来挑战 好家伙,这奖品真是太霸气了 是每个人的机车梦,为了实现自己的机车梦 这次必须拼了,输了直接保镖变门童 这不她和校长一早就来到了约定的地方 校长给她加入作为 张美丽,你即便变门童,你也是最漂亮的门童 最能打的门童,干就完了 放心吧校长,打了这么多场 这一战我为你而战 张美丽是势在必得 可是一句话把校长赠不回了 她的机车梦怎么还和校长扯上联系了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张美丽到底几个意思 这咋,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摩托车送你 真的假的 真的 不用,张美丽 你就周一到周五你骑 六日我得色一样就行 张美丽真是太豪横了 就要把迎来的机车送给校长 整个校长都不好意思了 校长也是个明白人 直言 我就用星期六给星期天 出去得色一下就行 周一到周五归张美丽所有 可是张美丽不愿意了 周六周天我骑 我就骑两天 你刚怎么说送送我送我 那你周六你得的啥呀 我都得 你周一我给你五天还不行 不是 周六周天我有时间 周一到周五你骑就得了呗 两人都想周六周天骑 周一到周五都那么忙 哪有时间骑呀 都想在休息日好好下满一下 车还没到手呢 两人就开始飞 谁没收入谁骑了 商量不通校长要动手 我就周六日 你这怎么你了 校长说我保持咋的 不是 你车都给你了 你给我两天咋的呢 不是你咋的呢 你别扒拉我 真的别扒拉我 你只有两天时间 两位两位 美丽校长怎么回事 这还没打呢 就开始分上车了 经理的一句话 把校长和张美丽拉回现实 他俩别提多尴尬了 缓过谁来以后 张美丽在挑战之前 有两个问题 必须先弄清楚 要不心里没底 对对没打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太有信心了 那肯定的呀 我今天也是看了您视频来的 我有两个问题要给您确认一下 第一您这车是给我使用钱 还是直接过户到我们一下 你放心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打赢马上过户给你说到做到 好爽爽快 听到过户这两次张美丽别提多高兴了 那第二件事又是什么呢 可以校长我奔着他去了 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 你说 就是这位大哥 对 他跟我PK是在外面请的 还是你们真的工作人员 放心 肯定是我们员工 不是专业的吧 对 纯属业余兴趣爱好 放心 那就行 我心里有底了 只要不是专业的 完全没问题 对手是业余的 这让张美丽底气十足了 只要不是专业的 其他的都不在华下 那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赶快进入准备吧 好早一点拿到属于自己的机车 行 这咋办呢就开始了 走吧 走走走走 那我们这边 快点 我着急骑车 快快点快点 哎呀心情输不了热动 哇 不是校长 不是经理 你们这边的展厅这么大的吗 那必须的 这是全亚洲最大的 看看这块车 你让张美丽欣赏一下 他店里的车 张美丽此时哪有这心情 他现在就一心想自己的机车了 哇 哇 有发气啊 跟逛生场一样是吧 还有电梯呢 我 呦 辆车呀 看看这辆 这个 对 这就是给你准备的战利品 看到即将属于自己的机车 张美丽小心翼翼的抚摸起来 更想骑上去体验一下 这个发动机 这个就是宝马的经典的全机手发动机 非常适合你的风格 全机手 太酷了 我能起个洞吗 张美丽你要起飞了 哎 哎呀 这么重 这车 不得一万多块钱 张美丽突然冒出一句话 这车不得一万多块钱 立马惊到经理 什么 一万多 我告诉你 连个灯都买不了 买灯都买不了 张美丽 你便灯都呜了 行不行 这车每个22个W下不来 妈呢 你聊什么呢 没20个W下不来 听到这话 张美丽要定了 就是他了 就在这时 校长不愿意了 那这车我要了呀 你刚说给我 你用 哎 我先拿到手 不是送给你了吗 张美丽的反应 也真是够快的 校长总感觉 张美丽在给他画大领 行 赶紧打吧 赶紧打吧 打打打打打打 准备走 好 全机会者 时间两分钟 准备好以后 纷争开始 校长的宝马梦 也就靠你了啊 准备准备啊 纷争开始了 准备 开 大哥左右直拳 张美丽下拳 组合拳反击 一看大哥这出拳的姿势 就知道他练过 张美丽这次是凶多吉少呀 完了完了完了 张美丽完蛋了 这完蛋了 这完蛋了 大哥左右直拳 快速打出 张美丽来回下拳 左右直拳反击 对方的身杆和臂载强张美丽态度 机车离飞走不远了 哇 对方练过的 张美丽加油吧 张美丽 这不行了 摩托要飞了 不是你们宝马 12天怎么都练过呀 这干嘛呢 大哥这次太猛了 小碎步加上连续的左右摆拳 打了张美丽没有还手的余地 差点摔倒 哎呦我去 加油张美丽 张美丽加油啊 对 为了自己的机车梦 张美丽必须赢 左右直拳上下来回击打 大哥组合拳反击 加油张美丽 别让人喝住了 对方肯定练过 你说对方肯定练过的笑吗 大哥的动作太专业 比赛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把主动拳控制在自己手中 并且他的体力也很好 看不出来气喘吁吁的样子 此时的张美丽突然发飙 左右摆拳快速的输出 揣后之后直接上步 两人净牛打在一起 时间过去一半 张美丽找到了赶牛 左右吃拳接连招呼起大哥 大哥这时只能暴徒防守 信不信 对方已经很开心 行啊 体能没了 加油加油 大哥接连被打 也不敢轻易的进攻了 不断的撕探反击 张美丽突然上步 勾拳板拳 打着大哥连连后退 对对对 有 好 好 非常好 张美丽 哎 又一个公 有了 有一个公 我们到手了 为了不让到手的机车飞走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疯了似的和对方右拼 不断的进攻 左右摆拳抡起来 大哥只能抱头 校长赶紧拉开 行行行行 先到先到 兄弟 太棒了 你这人练过呀 兄弟 你看嘴都出血了 啊 是不是嘴出血了 这个意思 跟一个姑娘打 怎么能打的 是吗 张美丽是大哥 见过最能打的女人了 此时校长的心里 已经有底了 还是不忘夸扬一下大哥 听到校长对自己这么认可 张美丽立马就来了 信不信 绝对不是白给的 张美丽 打了这么多场实战 就这一次 像那么一点鬼事 啊 那个店长 我们这样啊 按点数 我们张美丽赢了 虽然没有KO 你得愿主服输 愿主服输 张美丽获胜 耶 哦 同时今次我们给你送车 听到校长宣布 张美丽获胜 他立马高兴的首屋主导 和经理还有大哥拥抱 以示庆祝 被校长给炫了回去 哎 你快快快快 我超超我这一圈 谢谢 恭喜你成为尊贵的宝马车主 张美丽 确定给我了是吗 我去 兄弟 看我今天打下来的战利品 校长 是不是比我的大锤靠谱多了 那个破骆驼呀 哎呀 你那骆驼才几毛钱 张美丽成功圆了他的机车梦 这时竟想起了他的大锤 就是那个骆驼 简直太不靠谱了 还是机车靠谱 你们走了走了走了 张美丽你骑着我骑啊 你骑啊 我骑是吧 我今天送给你了吗 那你呢 刚刚照亮啥呢 照亮啊 我试一下试驾一下可以吧 张美丽和校长都想骑 可张美丽表示 车绝对送给你 我现在就是想试驾一下 他说的怎么这么不让人相信呢 反正校长一直在质疑 就那摩托车 你骑的是国产呢 这这啥家伙子你不知道 一个圆你不一样的吗 扶都扶不起来 你头领 来来来来 要骑摩托车必须戴头盔啊 安全第一 头盔 哎呀 这个人家很专业 还送你个头盔你头领 试驾一时就回来啊 你回来啊 你回来 啊 放心 我就试一下 你嘴上说给你 我就要看 这块钱你要跑 什么的感觉啊 什么呀 跑不跑啊 我就那一圈 气 我 我这动静 你都骑不走 你信不信 你看挂挡都挂不上去 你还在扯 你会抽到来 帮我挂一下挡 快一点啊 快一点啊 快点 快一点啊 挂挡都挂不上 赶紧向经理求助 接下来的做法 可把校长给气坏了 哎 再来 啊 挂上了 马上回来啊 是吧 你党都挂不了 你给点好奇 哎呦 我去 哎呦 我去 校长 你自己开车吧 我回我走了啊 大片子 你快回来 我走了 张美丽骑上他心爱的机车 去追逐他的机车梦 留下了可难的校长 不管了 回去肯定又是一对爱训 我个人感觉 张美丽这次为了自己的机车梦 打出了一场像样的比赛 非常精彩 可是总感觉 大哥有所保留 后半场完全没有了进攻 只是在保护自己 各位大佬 对于张美丽对战宝马员工的比赛 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期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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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